備戰21U 楊智龍標速147公里 21U國家隊昨天在桃園進行首場熱身賽 新華投手楊智龍標出147公里的快速球 創個人新高 上個禮拜不舒服 昨天我總教主今天在走的話 前兩級速度還好 一三級有一點下降 但是還是要再加強 這場熱身賽21U國家隊 以12比2大勝桃園航空城 一大犀牛高國輝的弟弟羅柏林 手打起敲出拳壘檔 施打速三安檔表現最優 今天發揮的都不錯 當然也是有些選手 在選球力上還是會揮擊壞球 在後面的比賽可能會再要求一點 未來21U的中性打線 將以三棒楊黛君 四棒文柏龍 五棒林志賢等人為主 大概就是先把狀況 或者是比賽的狀況先了解 讓中心打線大概是這樣子 唯一徵招的旅外球員陳敏傑 腳三未遇 最快下週歸隊打得勝賽 東新聞桃園報道